小龟视角 非常娴熟 由于在中国盗墓是违法的 所以姚玉中的白天采电 在晚上就带了起团伙挖墓 并且只要是他正确的墓穴 基本上都会有巨大的收获 而这些都是他根据地形 星象 地图 古籍等条件 而找到的准确墓穴 要知道 你的团伙即使用高科技设备 信用探测 有往转有几天都找不到位置 因而他的本质的盗墓界中 被传的神户其神 可恶是盗墓界的祖师爷 而他做的毕竟是违法的事 所谓法网回归 数而不漏 姚玉中在2016年 因挖掘古文化遗事 等多项罪行 被判处死刑 而根据案后统计 30年来 姚玉中互盗建了 2063件正规文物 价值高来无异 他也因此被称为 新中国成人以来 最强盗物贼 然而被抓法庭受审时 他还说了一遍 让中国专家无法忍受的话 他说 在中国100个考古学家 都不如他 听起来最遗憾的是 没到亲属皇陵看看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下回留言评论哟